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11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光复向大全社区荣获第三届全国金牌农村的殊荣 尤其在颁奖典礼上社区是特别邀请颁奖人副总统 改天再回来体验顺便看看老朋友 结果副总统萧美琴22号是一约前来走走 而新系正后花莲的灾富建设 以及观光发展的萧美琴是再度带了团队来拍片推荐 并且也订购了在地的农特产品 以实际行动来守护花莲 令花莲人感到窩心以及感动 上个月11号在全国金牌农村竞赛颁奖典礼上 与获奖的光复向大全金牌农村约定的副总统萧美琴 22号下午一约前来 社区民众又惊又喜 以金牌农村农游体验规格来热情接待 可以可以 从鹿猫手作传统酒酿 在阿美族大姐带领下 萧美琴亲自煮石头火锅宴请大家 与地方好友相聚之外 品尝在地青年研发深具在地食材特色的下午茶 副总统萧美琴关注 也给予在地青年最大的鼓励与支持 她有提到说花东是让她觉得很温暖的地方 那今天就是特别到我们光复这边来支持我们整个大全的金牌农村 然后也就是实际有走行到我们整个区域这样子 觉得就是青年们看到她都很兴奋 都觉得说哇副总统真的来了 不是只有在北部门才看到她 也感受到她真的对这个地方很有感情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这边大全社区一个很大的鼓励 对那未来的针对金牌农村的部分 我们会再有更多不同的行销的方式 希望把整个农村社区都可以推广 过去曾担任过花林立伟的副总统萧美琴 这一次不仅是走访大全金牌农村 与地方青年以及老朋友相聚更是新系花莲 尤其正后的花莲观光 因此小梅琴带团队拍片加码推荐 订购花莲农特产品以实际行动守护花莲 阿瓦马达阿龙花莲县 今年在零四零三地震之后特别的辛苦 那我们这个地震其实整个已经复原了差不多 但实在是有很多游客有一些心理压力 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来 我们来带摄影机 这个就是要拍一些花莲非常美丽 又有文化特色 还有美食 外面都吃不到的东西 只有这里吃得到的 那希望可以再跟我们台湾乡亲 还有国外的乡亲多宣传 大家可以多到花莲来旅游 当然光复乡是花莲的正中心 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大家来旅游 来感受台湾多元文化的地方 小美琴指出 农村是孕育台湾农业发展的重要摇篮 希望台湾透过农村的向心力和团结 让社会更加的圆满 也让实在看见台湾社会 记者张明太时日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